三十三卦的顿卦 那么顿卦跟下一卦的大壮文 都是消息卦 那么顿卦是天山顿 它是六月份农历六月的一个卦 我们看一下它的卦词 顿 哼 小力 真 顿卦通达小的一方是一阵故 为什么特别提到小的一方呢 小的一方是指除六跟六二 上面是个羊瑶 但是按照它的趋势呢 肯定是羊瑶要慢慢退走 叫做顿 那么鹰瑶呢会慢慢上来 所以它这边就先说了 鹰瑶不要急 最好你这边正过 那么在序卦里面说 物不可久居其所 不受之以顿 顿着退 横卦以横九为它的阻止 到了下一步是退让 以便再度进去 就是屈身往来的道理 就你在横卦之后你要先退 先退再进 卦词看起来比较简单 探传也很短 我们一起念 探约 顿亨 顿而亨也 当未而应 与时行也 小力 真 静而长也 顿之时矣 大矣在 又出现了时矣 所以时间的时这个字啊 就是在看什么样的时机 做什么事 是否是时 这在易经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第一个是时 第二个就是位 就是你在哪个窑 就哪个位置 这两个配合起来 通常就是挂代表时 窑代表位 那么顿挂通达是说 退让就可以通达 当强者坐在恰当的位置 又有硬核 这当然是指九五跟六二正硬的 那么小的一方是一阵部 是说要渐渐发展再成长 就你不要急嘛 你现在还是初六跟六二 你以后一定会往上来 变成天地匹 再往上就匹挂了 就顺应时事的意义 我们看他的大象 向曰 天下永山 奔君子已怨小人 不物而言 这边就是提到的 不物而言 四个字啊 非常有他的这个特色 他说君子有此领悟呢 要疏远小人 不去证悟他们 但要严肃以罪 那什么叫做不物而言呢 不物而言 就是孟子里面 有一个人叫王欢 王欢是齐国 齐宣王的一个宠臣 就齐宣王很宠爱这个大臣 但是孟子很讨厌他 有一次 孟子在齐国 当时是担任客亲 客亲地位很高啊 位在三亲之中啊 等于国家顾问 藤文公死了 孟子里面有一边叫藤文公编啊 藤文公算孟子的老朋友了 藤文公可惜啊 这是一年早逝 所以齐宣王就派孟子当任特使 孟子去的时候呢 齐宣王派谁当副使呢 派王欢 王欢这个人非常专权跋扈 因为他是齐宣王宠爱的大臣啊 所以一路上海来回啊 恐怕要一两个星期啊 孟子从来不跟他讲话 就是我是特使 你是我的副使 副手 我不跟你讲 因为孟子年纪比较大嘛 结果他的学生就问了 他说老师 从齐宣王到藤国来回这么多天 你完全不理王欢好像不好吧 人家是齐宣王的宠臣啊 宠爱的大臣啊 孟子说什么 我跟他有什么好商量的 什么事情他都自己先做了 我跟他讲什么 代表王欢非常专权 他认为什么该做就做了 也不跟孟子商量 因为他知道孟子是客人嘛 后来呢 朝中有个大臣的儿子死了 等于是这个白法人送黑法人 这时候大臣都去家里面 等于是 等于是家里面办这个智商会嘛 因为一个大臣的儿子死了 结果大家去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都跟王欢 哎呀 寒暄啊 他是有权力的 所以孟子到了时候不理他 王欢就说话了 他说每一个人都跟我王欢讲话 就是你孟先生不跟我讲话 你太看不起我了吧 他就抱怨了 孟子说我们在朝廷上啊 官员们在一起的时候呢 不能越过你的位置 跟别人打招呼 这个你也不懂嘛 我守规矩啊 你怎么可以说 我不跟你讲话 这说明孟子有时候也是抢变 去同事儿子过世 大家去他家里面调查 这不是朝廷嘛 但是只要是官员出现的场合 一定是排一个顺序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这个时候 你就大家先来先坐 不行啊 位置是分好的 谁是第一把手 第二把手 照位置分的 所以孟子就故意说 我们在朝廷上各有位置啊 我不能跟你这老朋友说 你来的时候 我离开我的位置 我本来排右边的 我跑到左边跟你去寒暄 这是不合乎礼仪 所以孟子对他就是四个字 不误而言 我不会表面上证悟你 但是我很严肃 不苟言笑 那么为什么说 有时候要以这样的态度呢 人语里面有一句话 孟子说了 是曰 人还不能及之以身乱言 一个人做坏事 你讨厌他太过分的话呢 等于是逼他做乱 所以如果说 你担任一个企业的领导 你看到底下有一个人 真正不像话 做事不成规矩 你要缓和一点 要有技巧 你逼他太甚 然后他跟你放火烧了惩罚 他有点同归于尽 那怎么办 所以孟子也看到这种情况 就是你及之以正 不要太过度 做任何事都不要过度 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冲动 现在都比较不会了 现在对一个人有意见也弱 不是很缓和 心里想说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去纠正你 但是你这样子不改的话 将来总会碰到有人纠正你 给我做计程车 在台湾就有这种经验 哎呀 计程车是凶啊 这司机很凶啊 因为台湾都分蓝绿 上车之后你就会发现 他在听收音机 地下电台 一张口就骂 骂马英九这个那个 很难听的话 因为马英九的酒啊 台湾话念作告 告也是狗 所以他们就说呢 台北那只狗 这样骂人的 地下电台完全没有规范 完全是这个是 我觉得就是土流氓一样的 哎 就这样的电台 他就 司机一直听 他看你上来之后 你跟他说去哪里 你一讲话 他就知道你不是本神 像我这种口音 一讲话 他就知道你是外来的 你是台湾人 这是外省人第二代 他就开大声一点 让你听得难过 你就不能生气 有一次我坐车 碰上个失忆 他喝醉酒 我说你稍微开麦一点 他立刻烦脸 他怎么样 要打架吗 好 我们下去打架 我只是跟他说一句 你要开麦一点 他叫我打架 他心情不好 因为这经济不景气 大家对心情不好 这时候我就不讲话 我心里想 你总有机会碰到黑道 到时候 绿的有黑道 蓝的也有黑道 别忘了讲 是不是 你碰到黑道的话 你就惨了 我干嘛整理呢 我一个大学教书 跟你在街上打架 打赢了也不算光彩 打输的话更丢脸 是不是 就是让我不要理你 让这个别人将来 比你更凶的来治 对 因为这有时候没办法 那社会那么复杂 没有人可以说 你一定要纠正 所有社会风气 不可能的 所以儒家就教我们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君子慢慢要退走 小人慢慢在增长势力 这个时候你就要收敛 你不要很明显的讨厌他 但你要保持严肃的态度 不能妥协 好 我们看他的这个内容 初六 敦伟立 勿用有忧往 下约 敦伟之立 不往何宅也 这边提到伟 伟当时 我们讲伟八啦 是在最底下 又把那个形象变成 这是最底下的部分 退避时 居后伟随 有危险 不可以有所前往 初六 他当然不会前往 为什么 底下是个更卦 天山更 下面是个山 是个更卦 初六 他会很老实 因为他力量不够 他是阴遥在岗位 力量不够 那么你不前往 又有什么灾祸呢 为什么特别提到前往 因为他跟九四正印 他本来想前往的 但你在底下的更卦 你只好停止 只好收敛 所以你在 这边为什么特别提到说 你最好不要前往 因为这个卦就是告诉你说 底下两个阴遥 不要急嘛 反正你再进一步发展 底下三个阴遥一定上来 我这个阳遥在上面 知道我的危险 那我已经准备要退让了嘛 你就不要太逼我了 所以这边就跟初六这样说 接着我们看六二 六二 只是用黄牛这个墨子圣托 下约 只用黄牛顾字也 六二怎么样呢 既然说叫你们两个硬要 不要太过分 就用黄牛皮制成的绳子困住 没有人能够解开墨子圣托 等于是让你困扰一点 为什么 虽然我知道这个趋势啊 是由下往上走 这种消息卦 接着一定是变成匹卦 下面三个阴遥 但是呢 目前还是你两个阴遥 你不要太过分哦 上面还有九五顶着住哦 跟你六二正硬 叫你六二不要动吧 六二本来想跟九五配合 但在顿挂里面 九五知道自己要离开了 慢慢阳阳就要离开了 所以怎么样 把它捆住 那为什么提到阁呢 阁就是皮 因为它在更挂 更就是皮 还记得四副灭鼻吗 一口咬尽带皮的猪肉 鼻子都跑到肉里面去了 所以更挂的更就是 好像上面一个 它是山嘛 就像外面有个皮一样的 那就用这个来取向 所以你看我用 那为什么用黄牛呢 用六二嘛 六二的位置呢 第一个黄牛在中间 第二个为什么牛呢 它从梨挂来的嘛 梨挂就是六二中间 那个从昆挂得来的 所以就慢慢习惯了 你看我就直接讲黄牛吧 牛是昆挂嘛 也就是说六二呢 是从昆挂带来的 又在位置在中间 所以说用黄牛皮制成的绳子 古人认为啊 黄牛皮制成的绳子 是最坚韧的 你这个怎么样的 这个扯不断 把你牢牢的捆住 让你不要再往上走 如果你再往上走的话呢 这个顿挂 就不是顿挂的吧 它先让你捆住 所以这说明什么 一方面你知道这个趋势啊 是阴谣会一路上来 因为底下两个阴谣是消息挂 一定一路上来 另一方面呢 还未到那个阶段呢 你先不要急 等于是他一方面看到未来 一方面你能够注意到现在的情况 我们看九三 九三 细认有吉利 续臣妾吉 讲语 续臣之利 有吉辈也 续臣妾吉 不可大事也 说到臣妾这两个字 特别注意 臣跟妾 臣是指男仆 妾是指女仆 或是侍妾 这个臣妾两个字的用法 在庄子里面出现过几次 庄子里面就是说 有一个人家里面很多臣妾 他不是讲的 什么皇宫里面这些 所以臣就是我的部下 等于是我用的仆人 妾就是家里面的这些侍妾 他不见得一定是妻妾的妾 他侍妾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 这个在吃饭的时候 酒店有些服务员 他这些来服侍人 就是古代就是这种称法 我家里面用的男仆跟女仆 那你为什么去臣妾吉呢 因为你九三底下有两个阴谣 当九三看到底下两个阴谣的时候呢 就好像在他底下 他如果说续养他们就吉祥 为什么 让他们不要乱动嘛 这整个挂是顿挂哦 那怎么办呢 细柱退避 出现疾病与危险 九三的疾病与危险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对应的 九三处于更挂 更为少男 代表臣妾 姚姚去刚位 在阻挡不住退市时 放弃办大事的念头 还可退而自保 照顾家人 所以说续臣阶级 所以站到这个摇的时候就想说 我就好好照顾家人吧 这是一个退避的 能够稳住就算不错了 就不能做大事 那么九三跟上九不应 他的疲惫就来自于这里 底下我们继续看怎么样的退避 九四 九四好登 君子吉小人匹 下月 君子好登 小人匹也 又来了 君子小人对照 合一而退避 君子吉祥 小人困住 为什么君子吉祥呢 君子了解该退 他就没有问题 小人是绝不愿意退的 死缠烂打 我就是不退 抓住好处就不放 所以你要他退避的话呢 小人就困住 他不愿意这么做 那为什么提到小人不好呢 因为九四跟初六正硬 底下是一个梗挂 梗挂就是小孩子嘛 少男小人 从这边可以看到 好 我们再看到这个九五 九五应该可以算主谣了 我们看他怎么说 九五加顿 真吉 下月 加顿 真吉 以正之言 九五是美好的退避 他整个挂着的退避嘛 看你怎么样的姿态来退 正不吉祥 只愿心意正当 九五跟六二正硬 这都是很好的 没有人居中守正 所以从这边来看的时候呢 在顿挂里面 它一定是美好的情况 那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上九 最后怎么结束 上九 飞顿 无不利 像月 飞顿 无不利 无所宜也 这个飞啊 一般认为它是飞 假借为飞 飞翔的飞 因为如果真的是飞的话 怎么看都看不出飞在何处 我们也没有很早看到这个飞 到底怎么取向 它是飞的意思 那么高飞而走的退避 无所不利 因为你在最高的位置 只要是顿挂 顿挂首先就表现在你上九这地方 所以你退要退得漂亮 反正我在高的位置嘛 可以飞走 从这边来看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像顿挂这样的挂 是消息挂 消息挂有时候反而很单纯 因为它同性的摇游向往上 趋势很明显 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所以在顿挂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希望你们 这个阴摇不要太着急 阳摇知道自己要退 所以它的退都 都要从底下的怎么样的 好好的退 这个美妙的姿态退 然后高飞远走的退 就看你怎么退 所以这是顿挂 相对来说比较单纯